圣人 我们说 缺悟的人 缺悟的人心地清净 他没有妄念 不就迷惑的凡夫 妄念不断 凡圣差别 实在讲呢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古时候圣人叫人 叫刻念作圣 你看这四个字都有味道 凡人把念头克服住了 就作圣了 克服不了念头 你就是凡夫了 诸佛菩萨没有别的 就是妄念断了 断得干干净净 一丝毫都没有了 那这就是佛陀 祝福如来啊 佛在经上讲 摄法界就在当人 一念之间 一念山 就是三善道的法界 一念悟了 就是三悟道的法界 一念与心心相应 就是佛菩萨的法界 由此可指 真正的修行人 真正觉悟的人 他能够控制他的念头 主宰他的念头 中国儒家也说 克念作善 克也是有主宰的意思 控制的意思 你能够克服你的妄念 邪念 那就是圣人了 圣这个字的意思 对于一切离四通达明了 这种人在称之为圣人 这个意思跟佛陀 这个名词含义很接近 佛陀的意思是觉悟 世出世间法 都能够觉悟而不迷惑 真正觉悟的人 一定是真正方向 宇文立养五月六成 世出世法再不把他放在心上 这个身体在世间 如祝佛菩萨一样 自在是预言 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 这是我们真正修行人 要在生活上就锻炼 炼什么呢 炼清净心 心永远是清净 永远是不动 理念正 你看别人做这个阻碍 千万不要这个看不惯了 我就得怎么样啊 你要怎么做啊 你就完了 你就堕落 你就明了 你冷静地去观察多好 那个多妙啊 都有味道啊 如果知道全是假的 假的还有什么好真的呢 世间人所真的 不过是明文里扬 五月六成 真正觉悟的人 明白的人 他晓得全是假的 你要都给你玩 只要你喜欢就拿去 只要你喜欢就拿去 一丝毫 吝啬都没有 清净自在啊 心里头 一丝毫的忧虑牵挂都没有 你就得自在了 自在这两个字 真正懂得的人 很少很少 没放下 那来的自在 放下就自在了 再跟诸位说 自在就开智慧了 智慧才真正得到解脱了 所以 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人都在竞争 觉悟的人不真 我绝不走你的路 你真 我不真 我们看看 祝佛菩萨所实现的 无论实现什么身份 无论实现什么样的行业 色相不一样 原则相同 无不是看破方向 看破方向就是佛像 实的清净 充满智慧 他所得到的受用 自在随便 自在自受用 随便他受用 我们要说 社佛从这个地方学 想象释迦牟尼佛 人家是无闻立扬 一样样都不缺 迷人天天想得到 想真实 学悟的人 把这些东西 学得干干净 世间的荣华富贵 学得干干净 酷刑成道 这是做给我们看的 物质生活 虽然艰苦 他精神生活圆满 唯有真正学悟 真正明白 才想学佛菩萨 真想学他 你就能真成就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是人做的呀 而且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四十真相啊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认真 夏连举老举丝 在禁语里面所讲的正干 只要你肯正干 只要你肯正干 一生当中能成就啊 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私 一切无 要包容 别人不包容我们呢 我们退让 退让就是包容 退让就是教化的 你真我让 让他自己深深去反省 念念之中啊 一举一动啊 都充满了真实的智慧 真实的教诲啊 这是佛在经论里面 常常教给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掩舌 做出样子 给人看 做出一个能够包容的样子 能够忍让 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 于事无求 于人无尊 天下的太平衡 什么事都没有 人生在世 真正聪明人 真正聪明的人 生活很简单 每一天能吃饱 能穿暖 有个小房子 这笔风雨 他就非常快乐了 真正做到 于人无尊 于事无求 这样的人 过得是神心生活 是佛菩萨的生活 知足常落 快乐幸福就来了 真正做到 于人无尊 于事无求 活在这个世界 随于堕 老师念佛 求生 尽土 上上人 这个人 祝福赞叹 龙天善神 恭敬永 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神 我们这一神 在人道的最后神 下一次不来了 下一次不过 优优独播